虾红素它是一个很强抗氧化力的一个类胡萝卜素 强到是叶黄素的2.75倍 如果你是酸胀痛的这一款 本来它的解药就不会是叶黄素对不对 是 叶黄素它的目标就是黄斑布 那黄斑布就是吸收光线 所以它需要挡光线的东西 所以说叶黄素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在挡光线 那现在有另外一个东西就叫虾红素 虾红素它跟叶黄素它都是类胡萝卜素的一员 可是它们的作用有一些不太一样 虾红素它是一个很强抗氧化力的一个类胡萝卜素 强到是叶黄素的2.75倍 就是接近三倍的抗氧化力 那它的抗氧化力很强的时候 其实在吃进去以后 在身体里面它是不稳定的 它就会跑到什么蛋白质的里面 或者说是跑到一些脂肪酸造成结合 在身体会造成稳定态 是 你吃虾红素下去以后呢 其实它的成分呢 为什么不像叶黄素的量那么大 主要是因为它吸收了它不稳定 那不稳定到眼睛的时候怎么办 它就跑到肉里面 那一个肉跑到这个结状肌 那结状肌呢 就帮助肌肉怎么样 作用 这个作用很强的喔 你看那个南极虾 它那么冷的天气里面 它还是照这样活的 它都靠着什么 就靠着虾红素 第二个就是说 它跑到眼睛脉络膜的血管层里面 促进眼睛血管层的作用 它能够收缩 所以它能够加速血流 诶 加速血流有什么作用 你想想看喔 你仅仅整天在看手机 你看手机的时候呢 其实有两个作用是改变的 第一个就是说你的大脑 其实你平常大脑 用的能量 就是你身体用的能量的20%了 可是当你在看手机的时候 你大脑呢 它还会多用30%的能量来看它 那可是呢 你在看它的时候怎么样 光线这样一直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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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射到那你黄斑部就会射坏啊 所以呢 其实当时你的脉络膜的血流怎么样 你也会增快30% 增快30%的时候怎么样呢 你光线这样一直照照照 你的细胞要不死掉 你就要水流怎么样 把这个热量带走 所以说其实虾红素呢 它也是在黄斑部呢 它会帮助月黄素的作用 但是呢它不像叶黄素 叶黄素就比较乖 就是说我们吃下去了 它就乖乖的就呆在黄斑部就定居了 虾红素不是 虾红素它的抗氧化力很强怎么样呢 哦 它到处能够作用 那所以它也可以到黄斑 去帮助叶黄素的作用 可是它怎样 它不住在那里 它又照出来 照出来后又照在血管 又照在结状机里面 再另外产生作用 所以说其实在3C的时代里面的话 其实虾红素已经找到它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定位 是 那平常吃什么食物 可以吃到虾红素 鲑鱼 对 可是我们这样每天吃鲑鱼 鲑鱼比较贵 所以虾红素这一块 我也是想了很久 我觉得就是营养补充品 可能还是有必要 但是你不要像叶黄素那样子 整天吃 就你那一天觉得电脑打得多 或者说手机看得久的时候呢 我觉得虾红素是可以来补充的 是